我們看到外電的報導 華納馬政府全部跟中共建交 對於這樣一向發展 我們感到很遺憾 但是不覺得意外 我們在等待進一步的發展 跟我們政府處理的方向 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 我們一再的強調 兩岸關係的和諧 才能夠協助我們在國防上的相關 減少它的支出 同時所有的國際關係也都得以化解 但是我們看到蔡英文政府在這個部分 一點進展都沒有 那麼今天當我們得知巴拿馬又斷交的時候 各位知道巴拿馬幾乎可以說 是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一個邦交國家 是發生這樣的事情 最最要負責任的就是蔡英文總統 我們今天的這個朝野協商 我們要提案要求 總統就巴拿馬的斷交和相關的國情 來立法院做報告 大家應該團結一次對外 而不是照國民黨的講法 要請蔡英總統來議員報告 國民黨的論點似乎還是站在九州公司的論點上面 到底他是有沒有站在國家立場上來看待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主張在這種國家大便局的時候 我們應該團結一致的對外 我們今天早上就可以來處理朝委的共同聲明